大家好,我是咕咕 今天我们来看《事故寻踪》第二季的第一集 上集中,杀害姑妈的凶手被捕 因为一同遭遇不测的姑爸却奇迹现身 本集的开始呢 小谷和谷哥表示会动用自己的力量找爸爸 不思有点不爽 小谷都不考虑拜托一下自己的吗 这是有了哥哥王达档的妹妹行为 不啰嗦了开始新案件的调查 这次呢是一场大型事故 火车出轨 出轨的原因是撞伤了一辆魔鬼的汽车 现场有一个全新的面孔才忙前忙后 米姐 小谷不认识,不思恨他很熟 书大人送秋天菠菜的那种 秋菠是啥玩呢 秋菠是啥玩,你咋都不懂 那是没文化呢 啥呀 秋菠就是秋天的菠菜 米姐 法医出身,做事概念 但人皆无脑也是滴水不漏 所以当黑老大离开解费训之后呢 就将领导的位置交给了米姐 也就是说米姐要成为小谷的上司了 小谷先把内心的不爽放一放 来专注出轨案件的罪魁 那个卧轨汽车里的尸体 尸体少伤严重 但还是能够被认出是一个大块头 一身穿金带银的男子 其中刻有名字的首饰 让大家意识到死者的身份不寻常 他正是曾经的NBA明星 现在斥杂商界的球哥 他开车卧轨的理由 岂有可能是因为他最近卷入了一系列的经济纠纷当中 更不幸的是 他的死还牵连了火车上一名受人爱戴的议员 商界明星加上议员的死 比起普通市民 更加能够得到联邦政府的重视 他们想着如何权衡 公开消息和稳住骨架的事情 但小谷此时 不得不再教他们一盆凉水 那就是 球哥的死绝对不可能是自杀 因为在火车撞上汽车的前几个小时 球哥就已经死亡了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两个大人物的死或许并不是巧合 而是有人在阴谋设计的 梅姐刚上任三把火时机 很快就组织安排大家 合力破获球哥之死背后的一团 首先是询问球哥妻子的口供 作为公众人物 球哥的人品实属不幸 身前出轨的女性 球哥妻子都输不来 她死生活糟糕 还能够在媒体面前光鲜亮丽的秘诀 全靠一个帮她收拾烂摊子的私家侦探老白 在实验室调查发现 球哥可不止好色那么简单 她的古密度比同龄人低上很多 再加上其他因素的综合分析 得出结果 她还是一名长期的吸毒者 吸毒的事情 老白并不肯承认 但她透露 在球哥出事之前 确实生活一团乱 经济上的危机 老婆要求离婚 还遭到了小三的勒索 似乎任一方都有要杀害球哥的理由 但更具体的证据 是由小谷一直都不服气的米姐提供的 她也是能力部署的法医专家 从球哥生理上提取到的毒品 分析后细心的比对 愣是把范围缩小到了几个贩毒的团伙上 别看米姐一直笑脸隐隐的 她其实是刚肉并记的小姐姐 银钢时刻 比如对哈金 选择用火腿肉做燃烧实验 在他们眼里面烧的是肉 米姐眼里面烧的可是浅压 严肃地禁止他们实验 就在大家为球哥致死的真相 努力奋斗的时候 事情却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 因为他们调查半天的死者 其实并不是球哥 安吉拉头骨复原出来的人 完全是另外一个陌生人 结合死者的手骨 曾有在死后向后骨折的情况发生 极有可能就是 有人强行给死者换上了球哥衣服 好来伪装他 那么有两个问题就要直击心灵了 死者是谁 球哥在哪 咱们一个个来 先说死者是谁 他的牙科记录被人篡改成了是球哥的 也就是说有人在有预谋地 隐瞒他的身份信息 但尸体本身是不会说谎的 他体内的毒品信息 已经把他买货的来源 做到很小的范围了 不顾组合找到了对应的毒贩 抱上了死者大高哥的特征 很快就得知 死者是一个常来买毒的人叫老高 身材和年纪都和球哥相仿 说到球哥 球哥就到 医院哪边发现他了 他是被人从车内扔出 并有遭受到毒打的迹象 球哥现在整个就是植物人了 没有办法开口说话 人不能说话 但证据是可以的 安吉拉在筛选 球哥失踪前的违规照片时 发现了一个紧跟在 球哥车后 一个熟悉的面孔 老白 这下问题就很清晰了 老高由于身材年纪 和球哥相仿 导致他被盯上后杀害 做了球哥准备假死 脱身经济纠纷的提升 老白是球哥 一贯收拾懒滩子的助手 极有可能也是协助作案了 另外可以确定 两个人作案的理由就是 之前提到的 老高死后的手部骨折伤 大块头老高死后给他换衣服 这个难度有点大 并且火车随时都有可能赶到 时间紧张 大概率是两个人协助 布置的自杀现场 虽然假死的目的达成了 但意外也随之出现 那就是卧鬼千年的那个 议员的死亡 老白懂规矩 知道联邦会追究此事 这个锅他可不想背 就只能扔给球哥了 于是就想要杀他 掩盖自己的行为 虽然在逻辑上 曝光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 但老白有得很 仗着证据不足 球哥昏迷就是不认 小谷这时就见一步思 可以诈一下对方 诈也不是盲目的诈 是基于一些线索的那种 比如说一些 只有球哥老白 才会知道的事情 像是他们通过尸体的伤痕 反推出过他存在着 死后被穿上衣服的经历 这一点站在老白的角度 他会觉得 只有自己和球哥 才知道这件事 所以小谷就诈老白 苏醒的球哥 交代了这一细节之后 老白果然上钩 入洞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但老白也是很狡猾的 把自己放在从犯的位置上面 以减轻罪责 对此此案的公诉律师 当着众人的面 批评劫匪匪的大家 调查工作不力 这是刚揉冰激的米姐 再次硬刚上线 会对律师 自己人该调查的细节 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诸诵不力的话 是离律师的责任 这个锅我们可不背 最后话重点 以后如果想要批评我的人 可以私下和我打报告 还轮不到你来批评我的人哦 哇哦 还有一个萨萨的女领导哦 最后说一下古爸的直线剧情 不思接到消息 之前杀害古妈的凶手 在收押时被人给杀害了 杀人的凶手 说了一句暗示小古的话 猪大叔的死 是古爸给你的第二条提示 第四 凶手杀猪大叔 是古爸收医的 现在古爸呢 到底是真是邪 小古的心里 画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后面剧情呢 我们也会慢慢的 展开讲古爸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期待 接下来 《事故行踪》的精彩内容吧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咕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 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